今天是旧金山2021年的11月19号 下周周四就是感恩节了 是每年的1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四 也是一会儿在美国第五个感恩节了 第一个感恩节是刚到美国那年2017年9月份来的 然后呢过了两个月就到了感恩节 那年手机被抢啊 然后我冲那个劫匪啊 也不算穷雄极恶的劫匪了 就是在旧金山的市场街 我没什么事嘛感恩节我背一个双肩杯 带着个帽子像个游客似的在那东丑丑 希望啊也比较新鲜觉得 然后当时路过市政厅那边有一个地铁口 叫Civic Center公民中心 我看到那个牌上写着亚洲艺术博物馆啊 我就觉得比较好奇 因为他提到了亚洲嘛 我就想那我就到那看一下 也不是看啊 我就想拿手机拍一下那个地铁牌上边的亚洲艺术博物馆那几个字 后来我知道亚洲艺术博物馆在市政厅的北侧 我没有进去过 从那路过过几次 结果正好拍的时候呢 后面听到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道别的声音啊 说拜拜过得白什么的 然后紧接着我的手机就突然不见了 我断着手机拍嘛 突然就不见了 我一回头看着一个黑人在我身后 瞪着大眼睛瞅我啊 那个很强壮个子很高 高高大大的 他那个眼盘特别大 大眼珠子鼓着带着 那么瞅着我啊 我就跟他说 把手机还给我啊 然后他说我没拿一手机 是那个人拿的 他就指着路边的几个人啊 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些流浪汉在扎堆 他说你看那个人他拿走的 我没拿 并且他把他的两个手摊开 表示 手心空空如也 因为他的速度太快了 我没什么防备对吧 本来我觉得后边 身后听到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告别的声音 觉得他们都是正常人 不会他不会抢 go center 带走中带走的柜台请等在排队 在现在订单请直接进啊 就这意思 结果呢 他跟那个女人一道别之后 顺手就把我的手机抢走了啊 我知道是他抢的 但是没有什么证据啊 人家不承认 并且人家说 是那个人拿走的 对吧 还把手摊开了 但是我坚信是他抢走的 我就说 我刚来美国 这个手机 里面存着 啊 这个是新墨的手机吧 绕着绕开走吧 我说我刚来美国 我的手机里存着 很多重要的电话 我用他跟国内联系 我也没有什么钱 然后一边说 我一边把我的钱包套出来了 钱包 里面有19美元啊 一张10美元的 一张5美元的 4张1美元的 其实我以前 在其他视频里面 曾经 说过这个情况 说过这个情况 今天想起来了 马上到第五个感觉了 然后就 顺便 顺便再提一下 我从这走吧 这两个女人在这挡道呢 然后 我就把这个 19美元给他了 然后 他就 不停的数啊 拿着钱数 然后他说 I want one thousand dollars 他说我想要一千美元啊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没有什么钱 然后 后来他想一想 就 突然 手在身后一晃 就 把我的手机还给我了 我估计他可能把 手机抢来之后 放在他 牛仔裤的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牛仔裤啊 我没注意 我猜都是一般 这边人们都穿牛仔裤嘛 比较省事儿 方便 兜里比较多 我估计是他伸手 把我的手机 抢走之后 伸手就塞到他这个 臀部的这个 牛仔裤的这个兜里了 因为这些黑人 他们的身材 比较庞大 他们穿的裤子也大 对吧 兜也就大吧 我那手机也大 我那手机是7寸平的 是华为荣耀X2啊 那个手机用着 当时用着觉得还行 其实他的速度差的也别慢 他就手在身后一晃 就把这个手机还给我了 就是完成了这个交易嘛 他通过抢手机 实现了变线 瞬间变线啊 我当时就想逗逗他 我就说 你咋得给我留个晚餐前吧 我说我这没有 这个隐姓书啊 这个很好看啊 我就跟他商量啊 就说你咋得给我留个晚餐前吧 他想来想拍拍我的肩膀啊 follow me这样的 跟我来这样的 他就带我到这个 走了几步到这个街边 因为我们之前 是在地铁口那块 对吧 抢手机嘛 他就跨了几步到街边 一个相对披静的地方 低着头数钱 然后就塞给我 他那手太快了 他那个手 他那手太快了 他就塞给我一把一块钱的钱啊 我也没查 后来我查了一下是 五张一块钱的 我还纳闷呢 那我 钱包里是一张十块 一张五块 四张一块的 对不 一块的是四张 他怎么编析法一样的 就弄出五张一块的了呢 也就是说他把刚才 从我那里抢的 四张一块的还给了我 并且从他的兜里 给我又找了一张一块的 挺有意思对吧 然后我说谢谢 我说感恩节快乐 他也笑着说感恩节快乐啊 就完成了愉快的 这次交手啊 结果后来呢 这个五美元啊 我被 旧间山唐人街的一个职业介绍所给收走了 也不能说骗吧 那我到那去咨询嘛 说有没有一些工作可以介绍 然后他说啊 你得先添表 添表交登记费五美元 并且呢要交一百美元的押金 就是说 这个套路有点像以前 我去深圳的时候 好多年之前有些直接锁就是这样啊 你添表需要交登记费 还要交押金 就是说本身你没有钱 但是还没 没得你找工作 然后就先把钱给你收走一步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人道啊 后来我说我也没有什么钱啊 后来他说 那你就先叫五美元吧 你说咽过拔毛呗 后来我一想啊 正好是 前两天这个五美元 被黑人兄弟退给我了 我把这个五美元 就是说 被黑人兄弟抢走又退过我的五美元 被华人妹妹给 不能说骗走了吧 反正就拿走了吧 实际你说天表交什么登记费呢 对吧他就利用这种 信息优势啊 对你进行压榨 反正你就爱添不添 你要在这找工作呢 你就五美元登记费 一百美元押金 实际这个是不合理的啊 本身到这找工作的人就 鸡肠碌碌的 没有什么钱 你再让他交什么登记费 被交押金的这个不妥 后来想想 就给他五美元吧 五美元 添了一个表走人 后来自此 咬无音信 五美元被骗走了 想想也挺有意思啊 有点热了 我应该把这个夹个衫脱掉 我现在开始脱吧 好了就到这吧 我脱夹个衫了 再见 拜拜拜拜 拜拜 再见 再见